第十五柱日 这个第十五柱日 其实有一个很清晰的主题 问我们人究竟我们挂心些什么 在第一篇《独经》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挂心钱 我们会很拼命去找到一些钱 那些钱从哪里来呢 在阿姆斯先知提醒我们 如果哪个人欺压这些穷人 天主会记得他 然后在福音 如果我们读《长识》 耶稣用了一个比喻 说到这个有钱人 他有一个管家 这个管家如何为了最后 他自己能够生存呢 他使出一切的方法 但是呢 刘心慧读《独经》 发觉很有趣 他说了这句话 他说 你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 当你在溃乏的时候 他们收留你到永远的帐篷里头 一直听下来都觉得 原来 究竟耶稣想说些什么 耶稣提醒人 这个世代 人很厉害去赚钱 人会很懂用一些方法 令自己可以过最后的几年 但是究竟 这个世界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去到永远的帐篷里头 以前一直读我们 都觉得好像很自然 但是 最近想想想 我发觉 耶稣可能在讽刺我们 人如果用钱在这个世界结交些东西 最后能得到吗? 就是这个世上的友情 如果我们读短识 很清楚提醒我们 耶稣说 人要在小事上忠信 如果我们不忠信 有什么人会相信我们 有什么人会帮我们 让我们想想 如果我们挂心钱 在这里所说的 很清楚 我们就是今世之子 我们找的是这个世上的事物 是没有永生 相反如果我们是天主 我们挂心天主 所以我们会成为光明之子 在这个结论很清楚讲 其实我们都好像一个家僕 天主给我们一些东西 究竟我们怎样用好它呢? 我们不可能 又好像他所说的 你不可能又爱天主 又爱钱 你只是爱一个 你只是爱天主 如果你爱钱 你不可能爱天主 所以钱和天主 好像一个对栏 一个今世之子 一个是光明之子 永生之子 现在问我们 究竟我作为一个信徒 究竟我在生命里头 我想有永远的生命 还是我想找现世的生命 如果我们要找永生 圣经很清楚地说了这句话 事奉 什么是事奉 究竟我们在生命里头 我做一切的事 我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是为天主 我的出发点 就是要娶天主 又或者更加好 当我为天主做一切事的时候 我会知道天主给我们力量 我是一个真的信徒 我找到的是天主的力量 不是这个世上的得着 是我越看越明白到 是天主在引领我 原来我有的东西 都是天主给我的 我用天主 好像我就是一个家僕 我不是主人 不要当自己是主人 记住 我是家僕 是天主将他的才能 给我们分享 是天主要我们用他的才能 照顾这个世上其他的人 如果我没有这个态度 我是有问题 所以让我上下 我是家僕 我要将天主给我的 这些我要给人 让人经验到天主的偉大 所以让我们今天回应天主 我们做一个光明之子 我们跟天主一起 不要跟钱 不要跟现世一起 让我们真的成为耶稣的信徒 永生至子 光明至子